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2750章 星空之中见到上镜直接挑战青儿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高手 叶玄很郁闷 他走到青儿身旁 他看向青儿 青儿神色平静 对于上镜的挑战 他无动于衷 而上镜此刻却战役高昂 整个人气势还在疯狂暴涨 以弱占强 这是何等的气魄 然而 此刻的上镜却是很愤怒 因为他被无视了 眼前这个女人竟然无视她 那种感觉就像是 她是个小丑一般 一股愤怒和羞愧之感 在心底生起 上镜缓步朝青儿走去 一步落下 整个天地都在围之一颤 天地不能乘起一脚之危 上镜怒视青儿 来这 生如红中阵势 青儿看了一眼上镜 这时 叶玄连忙说 我来 青儿看向叶玄 叶玄认真说 我来 他知道 如果青儿出手 那就意味着地图要终结了 太快了 得慢一点 他现在的实力 可以在这个地图装个逼 如果现在就还 他把他又变成弟弟 不能让青儿终结地图 叶玄朝上镜走去 他依旧没有动用青玄剑 这一剑他养了那么久 自然不可能轻易出的 见到叶玄 上镜眉头微皱 我的对手不是你 说着 他怒指青儿 我的对手是他 叶玄想了想 然后说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我不让他出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在拯救这无数 亿万宇宙生灵 真的 这一次 我没有骗人 上镜还想说什么 这时 叶玄突然消失在原地 上镜双眼微眯 拂袖一挥 一瞬间 一片剑光猛然 自他面前爆发开来 一片剑光宛如冲击波一般 自天际震荡而出 这时 上镜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一拳轰出 一道金色全盲席卷而出 伴随一声炸响声响彻 叶玄整个人 直接连连暴退至数万丈之外 叶玄停下来后 他嘴角顿时一出一抹鲜血来 好强啊 叶玄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这上镜的实力 实在是大大超出他的预料 有意思 叶玄咧嘴一笑 突然间化作一道剑光 消失在原地 与此同时 无数四周人间剑意 宛如暴雨一般 朝那上镜积舍而去 而这时 叶玄突然病直一枕 一瞬间 万千剑光汇聚一处 化作一柄巨剑 朝上镜猛然斩下 见到这一幕 那上镜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他朝前踏出一步 又是直接一拳轰出 轰出的那一瞬间 无数金色神光席卷而出 两人选择硬钢 突然间 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响彻整个宇宙行空 紧接着 无数剑光和剑影 朝四周震荡开来 一道道恐怖冲击波气浪 眨眼间 扩散至数百万里外的 宇宙星空深处 无数宇宙星空直接沸腾起来 然后一点一点湮灭 而星空之中 叶玄连连爆退数万丈之远 而他停下来后 十几柄一剑 则他周围慢慢盘旋环绕 远处他上镜看着叶玄 眼中多了一抹凝重 一番交手下来 他发现 眼前这年轻人 没有他想的那么弱 不能轻视 作为一个半步天之圣经强者 他很清楚 寻许多多强者 都是死在自己的大义和轻视上的 念至此 上镜右手缓缓紧握 一股恐怖的力量 突然自他掌心之中凝聚 远处叶玄看着上镜 兴奋不已 叶玄突然化作一道剑光 消失在原地 一缕剑光自场中一闪而过 远处那上镜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他朝前踏出一步 一拳轰出 场中万道金光突然涌出 一瞬间 整个星空宇宙 直接在这一刻层层军裂开来 而这时 一道剑光 则他头顶笔直斩强 剑光如铺 携带毁天灭地之威 害人无比 随着叶玄这一剑落下 一片剑光直接炸裂开来 紧接着 一道人影连连爆退 正是叶玄 一拳轰飞叶玄之后 上镜嘴角顿时泛起一抹不屑 他朝前踏出一步 正要再次出手 而就在这时候 他似是感受到什么 眼通骤然一缩 双臂猛然挡在身前 一缕剑光 则他双臂之上一闪而过 上镜连连爆退 而在退的过程之中 一道微不可查的剑光 不断则上镜周身斩过 就在这时 上镜怒吼了一声 右脚猛然一跺 双手一震 一股可怕力量 则他体内席卷而出 一瞬间 拿到剑光 直接被震飞 远处 叶玄掌心摊开 无剑落在他的手中 叶玄看着远处的上镜 脸色沉了下来 刚才那一剑 其实已经很出其不意了 而且他是选择 对方最放松的那一刻 催动的无剑 然而还是没能够杀掉对方 半步天之圣境 这个境界比天之境 强了太多太多了 这时上镜突然沉声说 好一柄神剑 他虽然挡下叶玄这诡异的一剑 但是他全身上下都是剑痕 如果不是他反应足够快 他可能已经被那柄剑 分尸成数万块了 上镜死死盯着叶玄 这就是你最后的手段吗 若是 那我可以宣布 你今日必死无疑 一旁 轻而带眉微微醋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一旁的那上天剑 没有说话 听到上镜的话 叶玄咧嘴一笑 是吗 再来 声音落下 他突然化作一道剑光 消失在原地 一缕剑光自场中撕立而过 远处那上镜嘴角泛气一抹不屑 他突然化作一道金光 消失在原地 一股可怕的气浪 自场中席卷而过 这一刻 无数的星河宇宙 直接沸腾起来 看着那气势如虹的金光 叶玄嘴角泛气一抹争鸣 下一刻 他体内的蜂魔血脉 直接疯狂涌动起来 无穷无尽的血脉之力 与人间建议 汇聚自他右手之中的异剑 不仅如此 他还直接催动大道神器 啥 叶玄的声音自场中响彻 下一刻 一道震耳欲聋的炸响声 自场中犹如惊雷一般炸响 紧接着 两道人影连连暴退 暴退的过程之中 那上镜眼瞳骤然一缩 连忙横臂一挡 一道细微的剑光 直接斩在他的右臂上 上镜瞬间暴退数万丈之外 而他刚一停下来 那道剑光又再次出现 这一次 剑光直接斩向他的双眼 上镜心中大害 凭借强大的战斗本能意识 他双手猛然朝前一合 这一合 无间硬生生被夹住 然而下一刻 十几道剑光 直接斩在他全身各处要害 一片剑光自上镜周身 爆炸开来 上镜连连暴退 但是 他并不敢松开那柄无剑 这柄剑对他的威胁是最大的 场中 无数飞剑不断斩向上镜 在这些飞剑的围攻之下 上镜不断连连暴退 见到这一幕 暗中那些上族强者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上镜被压制了 而且 此刻场中飞剑是越来越多 终于 在退了十几万丈之后 上镜突然猛然合住无剑 然后朝面前一个横扫 一片金光席卷而出 无数飞剑直接被阵飞 而这时 上镜顺时一把抓住无剑 然后猛然对夜旋就是一掷 无剑直接化作一道金光 朝夜旋击射而去 无剑所获之处 时空直接硬生生被抹除 可见其蕴含的力量有多可怕 远处夜旋双眼微眯 他不闪不闭 任由那无剑没入他的胸前 无剑刚入胸前 一股可怕的能量 直接在他体内爆发开来 然后迅速被他吸收 当然他没有吞噬无剑 而是吞噬掉了无剑的力量 见到这一幕 远处那上镜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夜旋拂袖一挥 一股力量震荡而出 接着他拿出一枚丹药服下 这正是秦官让丹臣给他炼制的丹药 丹药刚入体 他身上伤势 顿时一个恐怖的速度快速自愈 见到这一幕 那上镜脸色顿时变得更难看了 此刻他的肉身并未完全碎 因为方才有无数金光护体 不过此刻他肉身与碎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整具肉身至少有数千道剑痕 上镜深吸一口气 然后说道 不得不说 我还是低估你了 说着 他朝前踏出一步 他右手摊开 然后说 解释 解释 声音刚落下 他身后万丈星空突然间剧烈一颤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黑色星空漩涡出现在场中 真正的天之静强者 是不需要朝道门宇宙星空界势的 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天之圣经 因此他只能选择界势 当然他不是一般天之静 这一次界势 他直接借三百万宇宙星空之势 那巨大的星空漩涡之内 一道道恐怖的气势 玩如流星一般朝上镜涌来 这一刻 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出现在场中 整个宇宙星空开始变得虚幻起来 一旁 叶璇看了一眼那星空漩涡 神色平静 又见识吧 就在这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自那星空漩涡深处响起 快想想 好熟悉的声音 卧槽 你是考身亡吗 下一刻一名男子出现在场中 见到叶璇的时候 他直接愣住 然而当他见到一旁的青儿时 他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 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下一刻 他直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颤声说道 在下 新上任的宇宙星空神 见过天命大佬 我不知道是您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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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